为了逼王后嫁给他 这个男人做了个机关 只要他按下开关 这支键就会射出去 刺穿王后 而开关就在隔壁他的房间里 他想用这种方式击溃王后的心理防线 我说你都把他吊起来了 想做什么就直接做不香了 还非得搞这些仪式感 另一边 星巴达的人被困在赤岛无风带 团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找到小岛了 此时大家都饿得怀疑人生 多巴甚至打起了德莫特的主意 却被眉府狠狠教育了一顿 星巴达详心打起精神 已经有风吹来了 说明这附近就有陆地 可大家觉得他是错觉 根本就没有风了 话音刚落 就见船帆居然在拼命的鼓动 似乎有什么力量 在控制着船只的航响 大家预感到不妙 赶紧齐心协力将船帆降下来 多巴拼命的稳住船舵 可他却好像有了自己的思想一样 不听指挥 星巴达也上去帮忙 却还是控制不住他 这是船身剧烈的震动 搞得大家人仰马帆 原来他们在岸边搁浅了 抬头一看 一座发着夜光的小岛静在眼前 众人正准备下船 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 突然爬了上来 惊慌地告诉大家 我亲眼看到亡魂在行走 这岛上有魔鬼 快带我一起离开 说完他便倒地不起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众人上了岸 了解这次诡异的事件 坚信科学的弗鲁兹表示不信邪 种种印象背后一定有科学依据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罢了 说话间 一队骑兵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星巴达的人也拔刀迎战 见面就打 双方阵战到白热化阶段 起兵队长突然明惊收兵 种起兵一窝风散了 星巴达的人正觉得奇怪 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男孩的哭泣声 大家寻着声音找过去 在一处目的声音消失了 而眼前立着一尊小孩的雕像 多巴惊奇地发现 他的眼里竟然流出了泪水 弗鲁兹试图用科学来解释 这时湿起冷凝 在石箱上变成水流了下来 小男孩的哭声突然又传了过来 众人跟过去一看 一片狼藉的战场中 果然跪着一个白衣白发的男孩 男孩说这是阿布里尔王国 四周死掉的人都是他的护尾 但他还活着 如果德拉克斯知道的话 一定会气死的 弗鲁兹很奇怪 人人都知道阿布里尔王国 是个幸福相和的地方 怎么可能是这样荒凉的战场 男孩表示三个月前 这里确实生机盎然 但自从德拉克斯被判以后 一切就变了 他杀死了国王 囚禁了王后 作为王子的男孩装死 才侥幸活了下来 但德拉克斯人是不断派骑士追杀他 听闻王子的遭遇 辛巴达的人深感同情 他们决定要帮他夺回王国 救出王后 王子立刻高兴地带路 多巴对他的故事有些怀疑 但没附和德莫特都表示相信他 这就够了 众人赶路到天亮 辛巴达的人想休息一会 但王子很着急 他担心母后的安危 又是一夜无眠 德拉克斯怒火冲天 原来他受到了诅咒 只要阿布里尔王国的合法继承员没死 他就永无安宁 说话间 手下去带来好消息 他确定已经肯定已经将王子干掉了 德拉克斯起初很兴奋 但听手下说是昨晚杀死王子的 他又突然很失望 昨晚他明明没睡着 说明王子还没死 手下发誓自己确实一幅都看死了王子 他绝不可能还活着 德拉克斯命令无时打开视镜 我见王子还活得好好的 并且还带来了几个帮手 他命令手下再次出发 这次一定要带回王子的脑袋 否则你就提头来见 王子正在合格莫特玩游戏 他生平从来没有交过朋友 梅芙想当他第一个朋友 王子有些开心 但伸出的手却又收了回去 他有些秘密现在不能让人知道 此时骑士团已经杀到 星巴达等人奋力迎敌 双方刀光剑影 你来窝望 另一边 首领却趁机抓住了梅芙和王子 星巴达等人不得不放下武器 只见首领狙击斧头准备砍死王子 突然一阵诡异的声音传来 一个白色的巨大怪物跑了过来 骑士们以为这是魔鬼 吓得四散而逃 接着去见白色怪物一脚将自己绊倒 原来这是弗鲁兹假扮的 星巴达不仅夸赞 真是干得漂亮 为了攻破王后的心理防线 德拉克斯做了个机关 只要他在隔壁房间按下开关 剑就会射出去 刺穿这个固执的女人 看来他已经做好 另为玉碎部维瓦权的准备了 不过这要是换了别人 早就和王后生了三胎 哪还会这么麻烦 德拉克斯发现王后这段时间胖了不少 而他喜欢苗条的 就要求给他的食物要减半 这让巫师都有些于心不忍 星巴达等人已经靠近了城堡 见到不远处的树丛动了一下 以为是敌兵 冲过去后才发现是巫师 为了活命 他不得不服从德拉克斯 但一有机会 他还是要帮王子复国 他将王后被关的位置告诉众人 还带他们从命到潜入城堡 这下省下了不少麻烦 但接下来面对禁卫军 还是免不了一场恶战 只见星巴达等人民打边护送王子上欧 美孚又一次将近战法师的特色发挥到极致 他和王子率先找到了德拉克斯 为了拖延时间 美孚使出了美人剑 忠实把对方迷的神魂颠倒 可明明他是能直接干掉这Bus的 趁着这时 星巴达来到隔壁房间 扑上去就往后 德拉克斯听到隔壁有动静 一时到不对 赶紧跑去拉开关 和莫特迅速飞过来缠住他 这位星巴达争取了几秒时间 最终及时躲过了射出来的冷箭 不过话说就这样弱智的陷阱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破解吗 眼见王后安然无恙 德拉克斯恼羞成怒 只见他抄袭大刀朝王子砍下去 没想到却砍了个寂寞 原来王子早就死了 这只是流连世间的亡魂而已 那为什么德拉克斯还会受诅咒影响 而也不能昧呢 因为王后肚子里有一股国王的骨肉 王子一直假装自己还活着 就是在掩护弟弟的存在 以免他也遭了毒手 败局已定 德拉克斯想逃 门却被关注 王子召唤出亡魂 这都是那些被他杀死的无辜之人 众王魂一起和他开始了挨的魔力转圈圈 最后将他彻底消灭 王子成功帮助母后复国 现在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他告别这些新的朋友 也告别了母后和未出世的弟弟 然后跟随国王的鬼魂一起前往冥界 星巴达的人得到不少王后的赞助 正准备重新出行 说起昨晚帮王子复国的事 弗鲁兹仍然不信邪 昨晚的事都是大家吃了毒魔过后产生的幻觉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有妖魔鬼怪呢